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美元作為國際上流通量最大的貨幣 很多國家的外匯儲備都是以美元為主 不少貨幣都是以美元為基準報價 不過如果要看美元的強弱 就不是靠美元相對單一貨幣報價 我們會從美匯指數去看美元的表現 美匯指數是由美元對六個主要國際貨幣的匯率計算出來 包括歐元、日元、英鎊、加拿大元、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 當中權重最高的就是歐元,佔比超過五成 美匯指數向上表示美元相對其他主要貨幣升值 相反,美匯指數向下反映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貶值 美匯指數對國際貿易商品價格影響重大 美匯指數太強會令美國出口競爭力減弱 企業利潤受到損害 這亦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要求聯儲局減息 降低美元吸引力,從而壓低美匯指數的原因 此外,國際市場上商品多數都是以美元計價 美元貶值便有利商品價格上升 相反,美元升值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便會受壓 國際市場上,石油和黃金都是以美元計價 美匯指數的升跌直接影響油價和金價 總結而言,美匯指數是反映美元對一籃子貨幣的綜合倍率 代表性高,對經濟以及不同金融資產的影響 舉足輕重,錯覺必須留意 國際市場上,石油和黃金 高,對經濟 高崩,對經濟 高崩,對經濟